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选票期间发现有记忆卡的选票记录没有上载 涉及于5200张选票 漏点的选票较多投给现任总统川普 纳入结果后可把川普与拜登的得票差距共收窄约1200票 但川普的票数估计仍缴拜登少近1.3万票 乔治亚州早前宣布以人手重点选票 发生遗漏选票的两个县分别是弗洛伊德和费耶特 两地官员在重点选票期间发现各有一张记忆卡的资料没有上载 而且均涉及2000多票 相信是由于有计票职员在首次点票时 没有按正确程序上载结果引致 当局公布两个县遗漏的选票投票结果 其中弗洛伊德县记忆卡记录的2524票中 1643票投给川普 865票投给拜登 16票投给第三党 费耶特县陷记的2755张选票中 1577票投给川普 1128票投给拜登 50票数第三党候选人或自填人选的选票 川普合计共得两批陋记的选票中的61% 美国福克斯新闻引用的点票数字显示 拜登现时得票较川普领先约1.4万票 计算漏点的选票后 两者差距可减少至不足1.3万 另外乔治亚州政府也在调查沃尔顿县一宗同类事件 估计涉及224张选票 其他已完成重点选票的线方面 线时有57个线 在人手点票后的票数与起初机器点票相同 21个票数相差一张 32个票数相差不足10张 州务卿办公室强调未发现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形容即使有一些非法投票行为 顶多也只会涉及数百票 不会达到接近1.3万票 乔治亚州人手点票限期于当地时间周三午夜建满 州务卿办公室最迟周五将确认各县提交的点票结果 若最终候选人之间的得票差距不足0.5个百分点 落败一方可要求再次点票 届时将以机器重点选票 伪造8000选民登记表 加州两难被控多项重罪 据苹果日报报道 加州洛杉矶两名男子涉嫌利用超过8000名露宿者资料 提交多张选民登记表格及市长选举提名文件 分别被控串谋实施选民欺诈 收集和提交虚假文书 伪造文书等罪名 据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资料显示 两名被告分别为现年53岁的蒙特内格罗和34岁的阿雷瓦洛 案情指蒙特内格罗在今年7月到10月间 向当局提交了超过8000份伪造选民登记表格 又在早前霍桑市市长选举中提交虚假提名人姓名住址等资料 被控多项罪名 当中包括18项选举舞弊 11项涉嫌取得或使用虚假文书 两项作假证供等重罪 阿雷瓦洛也被指涉及串谋诈骗 8项选举舞弊 4项涉嫌取得或使用虚假文书等罪名 若二人被判有罪 蒙特内格罗将面临超过15年的监禁刑期 阿雷瓦洛最高刑期为监禁7年 当局没有披露更多细节 只表示联邦调查局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及其他相关部门仍在调查此案 暂时也未能肯定案件会否左右 此次总统选举结果 美国海军部长称 重建第一舰队部署印太制衡中国 据法广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新闻 USNI News 11月17日报道指 美国海军部长肯尼斯·布雷斯韦特 呼吁美军在印太地区建立一支新的海军舰队 以更全面地应对美军印度太平洋司令部面临的挑战 布雷斯韦特表示 我们想建立一支新的美国舰队 我们希望把这支舰队部署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十字路口 我们要真正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留下足迹 他继续说 我们不能单纯依靠在日本的第七舰队 我们必须寻求我们的其他盟友和伙伴 比如新加坡和印度 上帝保佑 如果我们有一天被卷入任何争端的话 这将是非常重要的 布雷斯韦特指出 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提供更强大的威慑力 因此我们将建立第一舰队 我们将把它部署在或是新加坡喂鱼的瓶颈口 我们将寻求使它更具有远征性 并将它巡航横跨太平洋 直到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看到他能够最好地协助他们 以及协助我们自己 布雷斯韦特说 自己还没有机会与美国国防代理部长米勒谈论这个计划 不过一位五角大罗的官员向USNI新闻透露 布雷斯韦特早在几个月前就提出了重新组建第一舰队的想法 并与刚刚被川普解雇的前国防部长艾斯珀进行过会谈 据称艾斯珀也赞同了这个提议 报道称布雷斯韦特是在星期二举行的海军潜艇联盟的年度研讨会上宣布了他的这番意图 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演讲一开始就提到 中国已经向全世界展现了他们的侵略性 他进一步指出 我敢说自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 美国的主权还从未遇到过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般压力 布雷斯韦特称将来在未来几周访问印度讨论两国共同面对的安全挑战 他明确表示美国是无法单独与中国抗衡的 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各国需要在军事和经济上相互提供帮助 才有机会针对中国的威慑奏效 历史上美国海军第一舰队1946年开始早期运作 于1948年投入作战状态 第一舰队原所属美国太平洋舰队 主要是负责西太平洋地区 1973年2月1日正式除役 其责任由第三舰队接替 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茨是第一舰队的首任指挥官 好我们看接下来的报道 奥巴马也蹭热度 要不是金融海啸 我早就对中国出众手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美关系坠落低谷之际 民主党拜登手握入主白宫所需的选举人票 外界关注他倘若顺利上台 会否延续川普时代的强硬中国政策 而拜登的伯乐前总统奥巴马接受媒体访问时 为自己当年的中国政策辩解 称若不是2008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他在贸易议题上或许早对中国出众手 中国在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内 躋身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此背景下 他的中国贸易政策多年来备受诟病 被指对中美失衡问题 视而不见 奥巴马日前接受大西洋杂志采访时指出 为他当年对华政策辩护 声称若不是2008至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他在贸易议题上或会对中国出手更重 他解释当年中国在全球经济复苏 扮演了重要角色 阻碍了他处理中国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重伤主义政策 他强调 在2009或2010年 我不能有贸易战争 当时我需要与中国 欧洲以及其他任何潜在的增长引擎合作 就为了重启全球经济 这段时间 中美有限的重大争端 只聚焦于国安议题 例如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设施 与网络间谍活动 奥巴马提到 他在2009年向当时的中国总理温家宝 提出大规模贸易失衡 以及中国汇率操纵 及其他不公平行径等议题 温家宝则表示 建议奥巴马给他一份 希望中国多家采购美国产品的清单 他会研究看看可以怎么做 奥巴马曾指出 中美关系将塑造21世纪 因此维持稳定关系 对于美国与全世界都直观重要 而承认奥巴马两任副总统的拜登 即将就任美国总统 他的外交政策成为焦点 对中国政策更是备受关注 尽管拜登被川普阵营指控亲中国 但他在2月参加民主党初选时 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流氓 并敦促中国必须按照规则行事 拜登也在16号表示 美国需要和其他民主政体站在一起 来让我们的规则施行于全世界 而不是看着中国和其他国家 向我们下达他们的命令 值得注意的是 另一过去曾指对中国友好的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日前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 与前英国首相贝里亚对话时 也负面评论今天的中国 声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长期统治 会颠覆中美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 克林顿对中国最终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有一定的作用 但他日前谈论中国时 既与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及其盟国 以更协调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增强与中国的谈判筹码 亚马逊推出线上药局 进攻药品零售市场 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网络零售剧情 Amazon今天透露 将为美国消费者推出线上药局 让消费者可透过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式 直接订购处方药 这是继Amazon两年前 以7.53亿美元收购线上药局 Pillpack后的举动 Pillpack提供按照剂量 预先分带包装药物和送货上门服务 长期以来盛传Amazon有意跨足药局业务 如今这个强大新玩家的加入 将撼动由CVS和Walkering 两大美国连锁药装店主宰的市场 Amazon在声明中说 Pillpack在Amazon药局内 将继续以独立单位的形式运营 Amazon表示 公司将遵守美国健康隐私法 且不提供亚片类药物等特定的管制药物 这个线上药局将允许消费者使用健康保险或自费 并为Amazon会员提供折扣优惠 Amazon前阵子也在印度推出提供处方药 与非处方药的线上药局 好我们看最后一条消息 金正男遇害后 他的孩子有消息了 东网报道 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同父一母哥哥金正男 2017年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 有反朝组织近日披露金正男子女逃亡期间的情况 指儿子金韩松身高已经超越金正恩 女儿金松基看起来像会说流利英语的美国少女 帮助金正男家人逃亡的组织自由朝鲜负责人洪昌 周一16日接受美国纽约客访问时透露 金韩松身高约1米78 比金正恩高大 他逃亡当时身穿长袖山脊大衣 手持旅行包 与母亲李慧京及十多岁的妹妹金松基前往台湾 红昌表示金松基与母亲不同 英语说得很流利 像典型的美国十多岁少女 金松基当时在台北机场向自由朝鲜人员借用平板电脑看电影 金韩松还讲述在北韩钓鱼的经历 至于李慧京 红昌指她是美丽的中年女性 此外 红昌指自己2013年在法国巴黎首次见到金韩松 对方当时身穿名牌露面 红昌称首次见到那么有钱的孩子 知金正南终其一生收藏了大量现金 见到美国际方式的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慧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